レオ鳥世紀 天天都不鮮硬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再來看一下出身點尾大約十一九鐘方向的 好 這位玩家是天空熊 很久不見的天空熊 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他選招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特色呢 是他的火器單位射擊速度特別快 火槍兵火炮還有西班牙征服者都非常快 西班牙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遊俠的部分到後期是必須要轉出來的 他每研發一個科技時候都可以獲得二十塊黃金 省下來的黃金可以轉遊俠 而且他兵工廠研發也不需要黃金 非常的舒服 黃金可以省下一大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兇人這邊的文明 這邊兇人是Velens 我們俗稱的小V 那兇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重裝馬弓 帝王時代是八指的城堡時代是九指 整體來說很適合打馬弓路線 但是後期呢也是很適合走大陸馬跟遊俠路線 除了這場比賽呢 後期有兩邊遊俠對撞的可能性 是有機會看得到的 那馬弓這個單位呢 只要數量夠多的話 對打這個西班征服者是稍微有點優勢的 但是數量太少的情況下 馬弓是沒優勢的 所以兇人呢在前期死 可能會比較難受一點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這張地圖有點像是四級那張地圖 中間一大堆木頭 然後四級呢左邊跟左邊的角落 右邊角落會有各一個四級 中立四級可以跑貿易喔 但是這張地圖不像四級一樣喔 有四級可以跑喔 就是沒有辦法跑貿易的四級地圖的感覺 那這張地圖看起來 沒什麼太複雜的地方 就是正常的還是綠洲阿 還是講綠洲大家比較好懂 應該是綠洲阿 那綠洲地圖的話 他的黃金 這兩大塊 其實就跟一般的阿拉伯羅黃金數差不多 但是這個超級隨機看起來 石頭有點多喔 490頭 這個包含這個也是在裡面 欸? 結果天空熊的 欸? 喔這場比賽開局 直接給爺馬啊 哇天空熊的爺馬直接被射死啦 那有人會說這是兇人馬 那官方也是說這個野馬是兇人馬 但是 讓沒玩四級地圖的觀眾也比較好了解 所以我都會把它說成野馬 哈哈 畢竟這就是沒人騎的馬阿 就是一隻野馬在奔跑 那以前的四級地圖的野馬 是跑移動速度非常快 而且以前 剛出來的時候還有一個小小bug 就是你用shoot移動他的時候 他的跑速比較快 你用右鍵去點他的時候 移動速度反而比較慢阿 那這個是應該是四級地圖的老玩家們都知道的一個小細節阿 那現在這個野馬的移動速度已經被調整過了 自從兇人的特殊能力 在我們開局時獲得一個額外的馬的時候呢 好 這個能力阿 就被改掉了 這也算是修正這個bug吧 因為以前我們在打超級隨機的時候 也會遇到這種送野馬的情況阿 所以有時候會玩得到這個特殊的野馬阿 好 那兇人 這邊是決定走肉馬開局 天空熊沒意外一絲走 好這個肉馬開局 好走肉馬開沒問題 天空熊大圍 家裡想要圍死 要圍死的話 馬要出門嗎 稍微看一下你們過來 唉呦其實有來了 哎呀天空熊視野 好看到了 還好這裡有偵察到 偵察到了 好這個就是前期的偵察細節 家裡還沒有威好的時候 馬先不要直接衝到對方家裡送了 有可能你衝過去家裡就BBQ 守不住了 好這裡天空熊努力的再守家裡 好這裡稍微反擊回去 天空熊現在是26村打26村 兩邊都是一樣的P數 傳證中心的閒置 兩邊都是低於5秒鐘以下 非常的頂尖 槍兵過來戳 天空熊沒有戳到 這個小兵的手速很快 好這裡稍微反打一下 喔這一波對打天空熊會贏喔 唉唷這波打得好啊天空熊 OK搞定了搞定了 好肉馬 過來對撞 這邊高打低 這裡要小心 返回 拉扯 回頭打一下 好再拉開 天空熊損失了一隻 剛剛一隻一隻槍兵的關係 血量有點殘喔 好那現在 天空熊不能打吧這一波 唉唷還好槍兵有戳到一下 不然這個打下去可能會有點虧 但戳到就不虧了喔 OK那天空熊現在是 18個農鐵了 烤19片 農鐵數量是有點多了 這邊就有個轉折喔 這邊要馬天空熊 這邊就是補品種 然後弱馬繼續按 不然就是 停馬 不點品種 趕快升城堡 然後槍兵少安歇防守 這邊最主要偵察的重點 是看對手有沒有轉射箭場 但如果對手藏在裡面的話 就很難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現在這種情況來說 停肉馬會有一定的風險喔 就是 軍力不夠 可能對方肉馬 會越來越多 然後一直把你壓在地上打 所以天空熊這裡很擔心 這裡 兇人是繼續爆馬的路線喔 所以這邊 肉馬的有點多 兇人這邊 好 也在補馬了 好 這裡吃掉槍兵 天空熊點下了一攻 OK 看來是要走 阿洛馬的路線喔 嘿嘿 你看我 我看你阿 互相跳恰恰阿 現在兩邊都不敢掉七星 都不敢 偷競技上城堡時代 欸 但是兇人這邊 買賣一波 上去了 哇 天空熊多按了4匹馬 好 現在城堡時代點下去 兇人這邊 可能要補一些槍兵 好 轉攻兵啦 待會要來直接走馬功 好 那天空熊這邊偵查就很關鍵 但是 兇人這邊是藏馬功的一個路線 這天空熊能不能偵查到很關鍵喔 但是 十日八九 兇人城堡時代是打 馬功的機會比較高喔 這就是馬國的情況下 對方會想要打馬功的機率喔 是高達87%的 因為他是擁有 絕電主動權的一個兵種喔 在於 對抗馬國的情況下 好 這裡 槍兵戳 又戳到了一槍 好不虧 好 點下了 我挖金 停走 天空熊這邊時代落後的有點嚴重 沒有看到 還是沒看到事件場 基本上應該也不用去推一偵查 這裡已經看到一個了喔 好 這邊稍微看了一下 天空熊決定 嗯 好 你應該就是走馬功了 那如果他走馬功的話 天空熊的選項就會比較少了喔 只能走戰毛兵喔 如果用火槍跟他對射的話 可能會受到頭破血流 好 點下馬卡 那如果城堡時代繼續走騎士的話 很容易被拉打交換掉 好 這邊再過來 直接突破木門嗎 硬上 OK 硬上硬上 打掉一些血量 戳到了一槍 哇 馬送掉 小鼻這邊有點失誤 馬功出來了 好 三個射箭場 迅速爆馬功 但三射箭場的缺點呢 就是沒有辦法讓他城堡時代 第一時間開下TC喔 那通常打馬功的玩家 也不會一上去開TC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開TC會讓馬功的數量下降很多 在城堡時代出奇最重要的事情喔 走馬功路線的玩家 還是要先把馬功的數量先爆起來 才是唯一的重點喔 所以三次電場的好處就是爆得特別快 但雙次電場的話 優點就是 雖然爆得慢一點 但至少產能不太會斷 而且還可以開城鎮中心 好的 這一項的優點喔 好 這邊直接過來 就是給天空熊壓力 天空熊這邊決定 要來挖石頭 喔 這邊挖石頭 是要蓋TC防守嗎 還是要來挖寶 打吸霸的征服者呢 這裡打吸霸的征服者 天空熊 可能要數量 再稍微起來一點 而且很吃手術喔 好 等一下的跟蹤技術 好速點上去了 好 下面城鎮中心補下了 好 剛剛稍微有點斷碼工 為了補城鎮中心 好 這裡打破進去 直接 對著奴炮一頓輸出 天空熊這波被流進去 能打嗎 但還好左邊有城鎮中心 謝謝兵在後面 天空熊現在這邊在看 你的 槍兵打的時候會衝進去 讓我TC射掉 然後我能怕 能解決掉這些東西 喔 特別換掉了一個 好 羅馬還在空 還沒充 天空熊還沒有充 羅炮串燒 上前打了 受不了 上面過來防守 馬弓還在射 好 羅炮把後面的兵給逼走了 羅炮 現在是來到了兩台 天空熊順利的開下了3TC 開在裡外 好 兵人補成龍心補在家裡 好 奴炮串燒 唉唷 現在有彈道血是真的有點準啊 好 現在馬弓數量來到了17字的數量 天空熊現在是繼續走奴炮配肉馬的路線 沒有走戰毛兵打的是一個非常 算是偷嗎 我不確定 這也不算偷喔 但我覺得這個防守還不錯喔 畢竟剛剛封建時代落馬的累積 到了城堡時代有一堆輕騎兵 加上奴炮的防守 確實 有點東西 但是就是怕對方轉騎士出來 但沒有關係 趕快輕騎兵先把騎士拿掉 結果直接被騎士砍倒了一台奴炮 第二台奴炮沒有辦法即使拿下來 但是 兇人使用閃震的關係 這次奴炮傷害並不是很好 先點掉這台奴炮 把奴炮點掉 所以 露馬的數量也開始慢慢減少了 所以奴炮感覺不太能斷了 好 再補一台新的出來 好 但其實剛剛天空熊根本沒有點下戰鬥血 所以剛剛那個奴炮 很準 只是個錯覺 錯覺 好 天空熊這裡有650石頭 好 650石頭 要放哪呢 這裡要不要低調成這個軍營 欸 想把洞蓋起來 天空熊又被多斷了一村 尷尬了 哇天空熊這邊上大石牆 結果這邊就被溜進來 有點難受 這來要補個成本啊 哇 哇 走進來了 還好這裡有成本中心 還行 好 城堡蓋在了後面的門口位置 不想讓對手一直在從這邊溜進來 這個城堡能蓋起來的話 有時會很大 你看你蓋起來 西班牙的建造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喔 哇 很快 直接98發 只能抓一村 秋人33來此 沒有拿下更多的村民 好 這波龍熊打得不錯 把對方的兵給截斷了 好 這跟城堡之後 就安泰了 這波龍熊的戰略目標很的確 截斷你的兵 但是兇人這邊是轉出了投石車跟 衝車開始要拆除外圍的違建了 這裡要趕快轉投石車 OK 已經按了 好 我怕我數量有點多 還有 弩炮打充車傷害不錯 可以看到這邊打起來傷害還可以 打一下有5滴血 這個充車 直接要點爆了 投車來了 小畢的投車沒看到嗎 哇 真的沒看到 換掉了 好 現在馬蜂到外面繼續給壓力 好 現在天空上有個問題 現在就是沒有太安全的腹地 農田有點撒不太下去了 好 這個防火場要低掉 才可以撒更多農田 這個防止可以考慮低 裡面的腹地太少了 所以田有點撒不太出來 好 32片田 現在壓力有點大 外圍這邊村民有點多 好 車拍一下沒拍到 開充車 漂亮 歐喲 拍死了一隻騎士 右邊這裡稍微圍一下 馬功來了 又要抓一個一村 還沒看到 路過 那現在兇人很適合過來挖寶 然後直接插在這邊臉上 這邊插寶的話優勢會很大 那天空熊成寶已經刮出來 所以待會要反之 應該也不是問題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一下天空熊 要選擇進攻還是防守 好 不承知現在有點多 頭車拍了一下吧 一台頭車給拍掉 騎士上來 車風熊直接硬丟 這兩台頭池車都被換光 哇 結果這個騎士順利的手下頭池車 後面兩隻生女出來招強掉了騎士 好 現在馬功出來直接一發一隻收掉西班牙征服者 但是後面的奴炮傷害其實是很高 重點不是西班牙征服者 而是後面的奴炮啊 這些奴炮輸出打得很好啊 好 熊人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惡景農艇也點了 西班牙人現在是 繼續轉西增加肉馬 而熊人這邊是馬功一直線 欸天空熊這邊想來蓋這個城堡 好 有機會喔 熊人在右邊 其實沒有太多的兵力 全部的兵力都在左邊這裡 好 這邊是一個 聲東極西戰法 哇這個奴炮串了很多傷害 想想從這波打得很好 這次真的有彈到血了 哇靠這個傷害太頂了 好過來壓寶 但是熊人應該會壓不起來 這裡馬功過來防守 應該是來不及 蓋好喔 感覺天空熊會先蓋好 哇靠天空熊這邊55% 好家裡稍微微一下 這裡還是有洞 PC幫忙射一下 這個城堡蓋好了 這個城堡還差了5% 趕快走趕快走 炸藥桶 趕快按下去 互炸互炸 再兇魂一點 兇魂在外面再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去用這個衝車頂他 這是可以考慮的 好 但天空熊已經先準備好了 衝車先來 OKOK 天空熊這邊反應很快 衝車趕快頂 好 落馬溜進來 兇魂家裡爆炸 天空熊用著西班的建築速度優勢 蓋了一堆城堡 把家裡城堡守住 開始用落馬開始進攻了 但是兇魂已經要來到了帝王時代 衝車來了 炸藥桶還在炸 好轉巨型同時機 好馬功解掉這一坨落馬 衝車開始輸出 天空熊應該是穩了 好 拉了一隻村過來 哇修理城堡 這個有點戲啊 有點戲 好 天空熊成功拿下城堡 但是帝王時代還有一段時間 現在只能稍微擋一下 然後不要讓衝車過來 頂到巨型投資機就行 兇魂這邊則是要趕快再補下另外一個城堡 欸已經補下了 這裡 好 補下另外一個城堡去防守 還有按巨型投資機 好 水龍熊也用這個城堡 也是爭取到了非常多的上城時間 劍奇兵再過來想要衝 但是小兵直接為死 欸過不來 欸尷尬了 怎麼辦 這裡石牆上得很快啊 好 城堡快要拿下 城堡快要被頂掉了 近來衝射的傷害是真的痛啊 好 馬弓還在後面繞 繼續拉打 好 雄任的馬弓數量 來到肉的四隻 先稍微高打第一反擊一下 雷龍斯大三級射 跨雪 哇 換這個洛瑪 換得很快 好 天空熊轉出了戰毛兵 開始要來防守了 那這邊可以考慮戰毛轉遊俠 會更好一點 地用世代遊俠壓制馬功的壓制力是非常好的 那這邊要想一下要不要轉一下遊俠呢 還是先轉個大洛瑪壓壓金 先把農田經濟拉起來 好 這個都是可以考慮的打法 但是如果走洛瑪的話 戰毛防守會相當被動 對方進行投射一直慢慢往前推的話 壓力其實蠻大的 好 天空熊懸地使用洛瑪加吸增 吸增 打馬功 這個要確定 要確定要確定 雖然吸增 射擊速度已經算是很快的火槍了 但是 不好說欸 我總覺得還是馬功會贏 好 但是有沾毛兵 應該還行 好 球人把車毛慢慢蓋出來 天空熊 沒有先屯些遊俠或是黃金 現在的肉馬 應該大肉馬還是要先升上去 這個黃金 丟掉了有點虧 不知道天空熊有沒有看到 外面的黃金 哇 這裡還有兩塊啊 天空熊這個視角 太尷尬了吧 完全沒有看到 下面這兩塊黃金 現在天空熊的視角裡面 只剩右邊的黃金 左邊還有一塊小塊的黃金 這裡其實還有兩塊小金啊 然後這兩塊有看到的話 天空熊可能就會想要打遊俠了 天空熊可能是覺得現在黃金所剩不多 前面的黃金就被壓制住 轉遊俠應該是封不了幾隻 而且城堡也不一定夾得住 現在對方巨頭輸出很快 怕水有先點嗎 怕水沒有點就沒有火炮 沒有火炮是很難擋得住 兇人的巨頭輸出的 好 這邊馬弓來了 右邊的馬弓一字抬開 直接正面硬扛傷害 這毛兵放出來 直接亂投馬 熊熊這波空降戰 毛兵打出了乘盾的傷害 漂亮了 天空熊這波打得很好 但是兇人這邊也先展出了大落馬 兇人的黃金現在已經爆到了3500多 馬弓繼續走 好 開始轉攻擊力 對方馬弓已經升級好 可能可用洛馬配上戰毛兵的組合 還有火槍兵 在後面打出了一條血路 OK 這裡把城堡都還是修好了 好 現在來繼續投機 好 戰毛配洛馬 數量夠多 還是能擋得回去 但我覺得小B這邊剛剛兇人的馬弓有點送光了 這個空降戰毛 打得是真的漂亮 直接把戰毛吃 要把這個馬弓吃好吃 好 從大落馬也點下去了 欸 變成了不點大落馬嗎 怎麼感覺這個大落馬還是得按啊 好 左邊的馬弓還在巡邏 好 看到有馬弓在這裡 撤退 好 這一波突然衝上去 大落馬直接把戰毛兵 開始正面硬吃 馬弓後面點火槍 好 但青龍熊這邊狗洞走得很好 射完一下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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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射後 肉幹 這就是火槍打在跑最強的地方 但是馬弓一直貼過來想要輸出 開始換掉一些火槍 等等等等這波臭民術有點下降了 這裡臭民有點難逃 還有沒有底下霸權的關係 臭民的血量沒有那麼多 這一波羅馬風龍進來 直接把巨型頭獅機給拿下 現在兇人的反擊打得有點天空熊 措手不及 好 兇人點下來三攻 巨型頭獅機點了 好 戰毛繼續擋 哇 這個戰毛兵CP值很高啊 抓掉了非常多的馬弓 但是兇人的馬弓也不怕出 反正我的馬弓就是便宜 八折優惠 繼續跟你換 好 肉馬繼續分 這條黃金素來到3300 現在多面進攻 這個房子要被打破天空熊 沒有時間看後面屁股穿著火 沒有了進去 完了天空熊 家裡BBQ 後面的巨型頭獅機也炸了起來 火槍的數量只剩下16隻 重點是正面的戰毛兵數量越來越少了 肉馬的用處開始展現出來 天空熊這裡沒有辦法升級肉馬 家裡的部分也BBQ 現在要守住這些後面的肉馬騷擾 只能轉火箱回救 但天空熊似乎沒有辦法去處理家裡的問題 只能稍微收穿 好 火箱走過來 想要直接硬點巨型頭獅機嗎 沒有 是稍微拉打 看到什麼就射什麼 這個馬攻勢量是真的多 快要扛不住了 天空熊 兇了現在馬 左邊已經沒有了 左邊的城堡 補下了黃金位置 繼續控金 來看看天空熊視角 天空熊視角 只看到左邊有塊黃金 黃金剩下22個人在挖住這一塊了 這個黃金要是挖不起來 這個人就難受了 好 這邊清奇兵 沒有大肉馬 肉馬附打情況下 還是劣勢 而且也沒有三防 天空熊感覺剛剛要先投資三防肉馬 跟大肉馬升級感覺會更好 好 隨意針對馬攻 看來是馬攻更勝一籌 黃金的差距有點可怕 好 黃金在支持點 天空熊打錯了GG 恭喜 小B拿下比賽勝率 這個天空熊 這一波看起來是沒得打 因為黃金的位置不太好 好 之外呢 這個地圖也沒有探明 有點可惜喔 我們來看一下小B的視野 哇 你看這個小B的視角 地圖根本是全開吧 那個邊邊角角都有偵察好 這個地形已經全部探明了 那天空熊視野就比較可惜喔 因為一直被馬攻給壓制住嗎 所以這個視角看起來就會有點 被侷限住 這個有些地方都沒有探好 所以感覺是偵察上 地圖偵察上出了一點問題 雖然看到這個黃金 但是來挖也是有點為時已晚 那城堡部分 也可以往外蓋 不一定要蓋在家裡 去守住黃金可能會更重要一點 像小B這樣子直接控住黃金 這個都是相當細節的後期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這邊是有凶人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天空熊這邊是稍微略輸一點點 好像是略輸了1萬7隻喔 還是蠻多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下訂閱 按下訂閱 按下訂閱 到這邊請到完全按下訂閱 會看到